英國這個星期成為全球第一個 施打牛津疫苗的國家 但是隨著新冠變種病毒的快速蔓延 感染的人數也屡創新高 英國的醫療體系 已經瀕臨滿載邊緣 迫使英國首相強身宣布 英格蘭地區要進入第三波的封鎖 而時間長達六個星期之久 儘管第三波的封鎖是勢在必行 但是專家也提出了警告 變種病毒傳播的速度太快 可能無法達到前兩波的防疫成效 而封鎖的代價會讓英國脫歐之後 面臨萎縮的經濟更加惡化 工作人員在倫敦的人行道上 用油漆刷上維持社交距離的警域 路邊告示牌也提醒民眾 趕緊去做新冠病毒篩檢 英國政府這個星期緊急宣布 倫敦所在的英格蘭地區 進入第三次封鎖 時間長達六個星期 防疫警戒也拉高到最高的第五級 手上強身針對封鎖措施 這個星期兩度發表全國演說 強調新變種病毒的傳播速度太快 政府必須透過封鎖 來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 因為目前英國境內 每50人就有一人確診 而新確診患者中 有將近五成都感染到變種病毒 疫情空前嚴峻 英國第三次的封鎖措施 除了採買民生醫療必需品 緊急事件與必要工作外 一律不得外出 學校也一律關閉 但競技的職業運動賽事 可繼續進行 封鎖將到二月下旬 英國內閣辦公室部長 哥夫甚至透露 有可能將持續到三月中旬 至於疫情相對較緩和的 蘇格蘭地區 這個星期也同步宣布全境封鎖 儘管英國國會本星期 通過英格蘭封鎖法律 但反對黨工黨在表決前 執疑強身政府封鎖速度太慢 也不滿政府之前 花了兩百二十億英鎊納稅錢 所做的病毒篩檢機制失靈 但工黨依舊願意支持 這次的封鎖措施 在這封鎖的時刻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國家的努力 去封鎖昨天的革命 來一起 去做什麼都可以 去住在家 去保護NHS 儘管封鎖對生活再度造成不變 影響超過五千多萬人口 但為了阻止病毒持續傳播 大多數的倫敦民眾都選擇接受 英國這個星期成為全球第一個施打牛津疫苗的國家 長生甚至親自前往醫院視察施打情況 但英國的住院率從十二月開始快速攀審 已連續超過一個星期 每天新增確診都突破五萬甚至六萬例 倫敦醫院病患拍山倒海湧入 住院人數比去年四月高峰還多數百分之四十 更創下一天上千人病故的紀錄 英國是目前全球新冠病毒病故人數第六多的國家 估計到一月底病故人數恐突破十萬人 醫療體系面臨沉重壓力 多數醫護人員都有嚴重的失眠問題 新冠疫情不光是對英國醫療體系的兼具考驗 對更加完成脫歐的英國經濟而言也是一技重創 今晚英國當局針對第三次封鎖 提出超過一千八百億臺幣的補貼方案 但封鎖造成經濟停擺 摩根史坦利預估 英國二零二一年前三個月的經濟成長率 將下跌三個百分點 不僅如此專家也提出警告 英國目前的疫情嚴峻 主要是承擔去年耶誕節前後 與新年假期民眾群聚的後果 由於變種病毒傳播速度大幅提高 因此英國的第三次封鎖措施 可能無法收到前兩次的成效 今晚全英國目前也有超過一百三十萬人 完成疫苗施打 但是否能趕得上變種病毒的傳播速度 甚至變種病毒再次發生突變 都是未知數 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 英國今年冬季的疫情 將面臨最黑暗的時刻 公主新聞 紀元請編譯 搭託